继续来关心副主席的消息 关立英勤高级中央第三期新建豪虾冈顶 今天既行当头电力 包括行政多主大劳 外当中心以及学生宿舍 将在100抗几年2月完成 在豪航警官已经在100抗几年的5月全部完成 未来豪航的美景跟太祖台的警官 向上回应景科技 为了太祖台的旁边的英勤高中 新立第三年 为台所建设創办人欧英勤 新增关键的最后一间学校 校地面借大家4.75公斤 校舍工程分成三期 不仅第一、第二期校舍 以及文童中、九童 已经在100年出过来如期完工 正好苏星在八月中旬参加新校舍 以及设施完毕的环境当中学习 现在今天动工的三期工程 就是包括行政教学中心 图施中心跟宿舍工程 预定在102年的5月可以完成 所以未来我们永庆完全中学到102年5月完全完工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完整中学 永庆高中是台所创办人 王永庆总事长 在我现场任内对家宜的一个承诺 虽然他过世了 但是台式集团长庚台式积极的推动 那整个永庆高中一期二期都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是进行三期 那未来完成以后这一所学校将是前线最优质的一所高中 第三期河山工程当头电内由学校关系学团 和空夫社金武和开宿博 在专校苏星管内之下 管长庚法官和前任管长丹明文立委 专家既然变连与议党创英雄 管议员丹一甲 交由处处到王建龙上人进行当头议室 在上乡很多基求工程平安顺利之后 以为贵宾出现金NB当头 完成当头议室 最近新闻中来时 普通知彩虹